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彭斯 週二在白宮會見健康保險公司高管 彭斯宣布保險公司統一免除病毒測試費用 當天川普還和參議員會面商討經濟計畫 週二上午川普總統和副總統彭斯 會見美國健康保險公司代表 之後彭斯宣布保險公司將免除武漢肺炎檢測費用 將免除疫苗的疫苗的疫苗 彭斯還說保險公司也將覆蓋遠程醫療費用 通過遠程醫療照顧容易受到感染的老年人 上週 聯邦白卡和紅藍卡 已經涵蓋測試和治療費用 我們希望美國人們知道 他們透過公安保證 他們透過醫療、醫療 沒有驚訝 週二下午 川普會見共和黨參議員 商討抗擊病毒的經濟計畫 重點是免除薪酬稅方案 以及探討經濟刺激計畫 幫助中小企業減少損失 我們在探討中小企業減少損失 我認為我們做得很棒的工作 再次 任務委員會設立成為主席 川普還表示 未來將發生積極進展 據美國疾控中心統計 目前有647人病毒檢測呈陽性 25人死亡 新唐人記者畢欣慈 名譽 綜合報導 有第四位布告 市民部有限期 第二 下午 二十五 為我們探討